发现妻子出轨后 我准备找着对肩妇迎妇摊牌 没想到南方的妻子尽肯求我别声张 她说只要我妻子能帮她拴住她老公 她愿意每个月给我十万块的精神损失费 我老婆叫柳如烟 今年28岁 她在一家酒店做礼宾部经理 工作兴致要求她每天都要以崭新的精神状态去面对客户 所以她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要求都极为苛刻 日常化妆 打扮精致 保养完美 无论什么时候跟她走在一起 总能隐瞒旁人羡慕的目光 朋友同事们都说我福气好 性格温吞又内向的一个大学教授 竟然娶了柳如烟这么一个可灵可动的妙人儿 甚至还有人半开玩笑的说 让我把这么漂亮的老婆看看紧 我从没当回事 因为我和柳如烟的感情一直很好 出轨什么的 想都不会多想的 直到结婚两年后的某个平常的夜晚 我才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头 那晚我和柳如烟先后洗完澡 躺在卧室的大床上准备清热 过程中 她突然一改往日十分被动的状态 竟主动提出了一个以前从来没用过的姿势 而且对我的动作频率甚至精确到角度 都有了明确的需求 我起先只是觉得有些纳闷 但难得她今天性质如此之高 我当然全力配合 结果还不到三分钟 她就激烈地化成了一滩春水 事后她紧紧抱着我 喘息未定 满脸潮红 她说我今天太棒了 但我只在荷尔蒙短暂的冲击下 隔夜了不到十分钟 就恢复了理性的思考 她这个样子 到底是跟谁学的呢 柳如烟爬起身去洗手间 我的目光无意中落在她圆圆翘翘的蜜桃臀上 卧室台灯有点暗 这会儿开了大灯 我才看清左边的臀部上似乎有两道红红的印子 一长一短 深浅不一 分明像是被人用指甲刮拧出来的 而且很用力 我清楚地记得那不应该是我刚才弄的 我在这方面一向很尊重她 很少做出带有灵略的行为 你这里怎么弄的 我吞了吞声 盯着柳如烟问 她显然一愣 下午安排宴会厅的时候 不小心被工人搬梯子撞了一下 破了吗 她扭过头 身子熬成了极其窈窕的S型 灯光一大 像一尊漂亮的裸雕艺术品 我评了下理智 心中难免一度丛生 撞一下会撞出两道痕迹 这分明是被人掐的吧 我顿时感觉头顶绿油油的 不会的 肯定不会的 我心里发慌 咬了一下嘴唇 努力安慰自己 从洗手间出来后 柳如烟已经换上了睡裙 猫一样蹭到我身边躺下 红热的脸上露出慵懒满足的神情 还有一丝疲惫 为了验证内心的想法 我默默将她翻转侧躺下 假意从后面抱她 同时却在用左手 比划着她臀部上的那两道印子 拇指在上 食指在下 一点没错 就是这样的痕迹 这分明就是被资的时候 被身后的男人用两根手指一起拧出来的 那一刻 我的心开始低血 我不知道为什么 柳如烟要做这样背叛我的事 我叫纪伯达 今年32岁 在一家理工科学校任教 我工作稳定 收入也不低 而且日常并不繁忙 所以跟柳如烟结婚后 我几乎包揽了家里家外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 大到房屋装修 投资理财 小到洗衣做饭 家居采购 连她用的卫生巾的品牌 都被我牢记于心 而她赚的钱只需要考虑 怎么买自己喜欢的衣服 包包化妆品 跟闺蜜出去吃饭 逛街做头发 我想不出自己拿点做的不到位 对她不够好 让她滋生了其他心思 难道 是夫妻间那点事 其实怎么说呢 我自认为 自己虽然不像有些男人 那么一夜七次 精力旺盛 但我也是常年保持健身习惯的人 无论在天生的能力 还是后天的加持上 都不会属于平均水平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柳如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总感觉 她对这种事的性质 似乎并不大 我是怕她感觉有压力 所以多年来 始终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尊重 以及一周一次 这种比较正常的频率 又担心她受不了 太过羞耻的动作 所以一直用的都是 比较正常的套路 但今天晚上 她如此反常的表现 加上身体上 那明显不是我造成的痕迹 统统都在指向一个 我不愿承认 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柳如烟很有可能 在外面有男人了 那个男人教她 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学会在自己身上 找地图的宝藏一样 将她的潜能无限开发 这对我来说 起飞骑尺大辱 我忍着火气 盯着妻子曼妙的身段 脑海里浮现各种 不堪入目的场面 不行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捉奸捉双 就算死也要死个明白 第二天一早 我正好没有课 但我假装说我有课 把车开到学校后 又打了辆车回来 其实我的谎言漏洞很大 但凡柳如烟心里还有我 她会像以前一样 记得我每学期 雷打不动的课表 我早上故意弄撒了咖啡 弄湿了外套 然后借穿了同事的连帽卫衣 因为我平时讲课 都穿得是比较正式的衬衫西裤 所以如果不是近距离的熟人 真的很难认得出我 就这样 我守在我们的社区门口 终于等到柳如烟出来了 可笑的是 她不记得我早上没课 我可记得她今天是下午的班 我看到她在马路对面站了一会儿 一直拿着手机讲语音 我当然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但看她的表情轻松又愉悦 眼中几乎无法掩饰的魅意流露 我的心又疼又狠 但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当然不会按捺不住 果不其然 又等了一会儿后 一辆价值不菲的路虎车停了过来 从车上下来一个穿着商务装的男人 大概三十多岁 有几分老板派头 怎么说呢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像他这种浑身散发着成功气息的商人 肯定是比我这种老实芭蕉的大学老师 看着有个性张力 我眼看着我的妻子像小兔子似的 连蹦带跳扑上去 很自然的就挽住了男人的胳膊 而那个男人侧着头 不知道在跟他说着什么 但那只不安分的左手 竟然当着我的面 从柳如烟的腰上勾过去 在他的臀部上狠狠凝了一把 那个位置 那个动作 那个痕迹 一瞬间 我心底窜出焚天灭地的怒火 毫不夸张地说 真的是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柳如烟出轨了 这个婚我是离定了 我咨询了一个当律师的同学 问清了一些事 可最后得到的结论 却是让我很郁闷的 首先财产这方面 我难免要损失成员大头的 柳如烟家的条件一直不是很好 父母没有社保 还有个弟弟在上学 当初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就不同意 但我喜欢柳如烟的温柔乖巧 压根没有把家庭门地 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为了不让他受我爸妈的气 我专门另买了一套商品房 就在他上班的酒店附近 还特意加了他的名字 如果要离婚 这房子少不了他的份额 除此之外 所有的股票理财积蓄 而且这两年多来他所有的学费 老家盖房子 父母看病这些支出 我也别想从他那里 讨回一分钱的便宜 我问我同学 难道他出轨在先 作为过错方 不能近身出户吗 我同学笑我读书读傻了 现实中怎么可能 有那么多近身出户 就算对方是过错方 真到了打官司的地步 也只是会相应在财产上 做些偏向 所以我同学建议我 当务之急两件事 第一 要尽可能搜集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第二 要明确柳如烟的离婚医院 说实话 第一点我能理解 第二点我听得倒是云里雾里的 他都跟那个男人那样了 还要明确什么离婚医院 难不成他还想继续跟我过下去 朋友告诉我 那说不定 万一柳如烟要是不想离婚 我还真不一定能用感情破裂这一条 来起诉成功 到时候一拖两三年 钱是不是还得花 柳如烟的父母是不是还得养 你一个大学教授 有公职在身 难不成还能用什么过激的手段 来胁迫他 到时候 所有的舆论压力都在你身上 确实 难道我一个男人 还能跑到外面 到处嚷嚷我老婆被人睡了 想到这里 我心里这股怒火 简直要把胸腔鼓炸了 朋友说的对 越是这个时候 我越是要冷静 接下来几天 我不动声色地开始计划 安放设想 跟踪调查 未免打草惊蛇 我对柳如烟 还是尽量没有表现出冷淡的态度 可也不知道 是不是女人的低流感更敏锐 我感觉 她甚至要比以前更热情了 甚至接连几天 都缠着要跟我亲热 可我一想到 她跟那个男人之间的肮脏事 就忍不住泛恶性 哪里还能跟她做得下去那种事 为了逃避 我只能假装自己最近要写论文 每天都在书房忙到半夜 其实我哪有什么论文要写 只不过是把书房的门一关 打开电脑上的监控软件 听着她和那个男人 你浓我浓的情话罢了 没呢 我感觉她就是不行 上周之后连一点表示都没 离婚是不可能离婚的 离婚你养我啊 我父母弟弟都要靠她 你不也一样离不开你老婆吗 嗯 下周三不行 周四吧 周四晚上我们不是可以见面的吗 我听柳如烟聊语音的这个口吻 心里像有一把邪火在烧 那一刻 我真不得不佩服我那个当律师的兄弟 果然是见多识广的 比我更懂人心险恶 柳如烟果然没有要离婚的意思 她跟那个男人甚至只是纯粹的肉体关系 而且 从她话里话外的口吻 我听得明白 她她 妈的竟然是觉得我不行 我岂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碰了一下 我冲进卧室 二话不说把她压在床上 她吓坏了 甚至连手机的语音都没来的机关 我其实看到了她的手机界面上 还在显示通话时间 但我并不在乎 那个狗 热的尖夫不是很想从她口中 对我的诋毁来找优越感吗 那么喜欢听 就让她听个明白 我她 妈到底行不行 我从抽屉里抓出小雨伞 二话不说就给用上了 虽然柳如烟说这几天安全 但我嫌她脏 那一刻 我表现得像个不知分寸的强椎犯 从前对她的温柔和尊重 丝毫不顾前夕和她的感受 只想在她身上疯狂的发泄 我用了以前 从来没忍心在她身上用过的那些 羞辱的姿势 情绪上来的时候 甚至骂出了一些 与我的身份和职业 完全不匹配的下流的话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 柳如烟竟然好像特别享受 被这样对待 一连弄了三次 我们两人都筋疲力尽了 她红着脸 像小猫一样往我臂弯里钻 我嫌恶不已 将她推开 翻了个身 压根不理她 可她没有察觉到异样 亲手亲脚凑到我身边 温软的手臂 甚至再次拍上我的腰 我以前最喜欢她 从后背抱着我 软软的胸部贴着我 小猫一样咕噜噜地蹭着 我每次都会忍不住 兽性大发 一把反扑 可是看到她慌张躲闪的眼神 我又很担心会吓到她 所以一脸温柔 可今天 她碰触我的每一寸肌肤 都让我觉得恶心 我假装睡着 不经意地把她的手推开 再翻了个身 柳如烟没在做什么动作 但黑暗中 我感觉得到她手机屏幕 一直亮着 双手霹雳啪啦打着字 偶尔发出一声痴痴的笑 我知道 她一定又是在 跟她的肩负发消息 我藏在被子里的手 抓紧床单 强忍着没有冲上去 捉个正招 可就在这时 我身上的被子 突然被掀开 柳如烟的手 扯在我底裤上 轻轻往下一拉 我顿时感觉一凉 紧接着咔嚓一声 是拍照的闪光灯 我护得翻起身 把柳如烟吓了一大跳 老公你 你在干什么 我瞪着双眼 警惕又愤怒地盯着她 我 我没干什么 柳如烟红着脸颊 手指不安分地捏了捏 我就是 就是想看看你 被子盖好了没有 你拍我 我可不会被她 三言两语的废话 给搪塞过去 我说你有毛病啊 大半夜不睡觉 你拍我下面干什么 手机给我 见我不依不饶 柳如烟心虚不已 她当着我面打开相册 把那张春光乍蟹的照片 给删了 删了删了 我删了还不行吗 我就是挺好奇的 刚才那个的时候 感觉比以前大了 我想逼逼看 她眼神闪烁 脸上更红了 我冷哼一声 应该是你的错觉吧 是不是经历的多了 都忘了谁是谁了 柳如烟的脸色微微一变 随后一个枕头 气急败坏地丢在我脸上 纪博达你说什么混账话呢 我跟你的时候就是第一次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说着 她眼中微微含泪 转身下地跑进客房 这要是换做往常 我肯定是舍不得她掉一滴眼泪的 可是今天 我满腔保障的愤怒和羞辱无处安放 我真想一把掐住她的脖子狠狠逼问 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床头有什么东西突然亮了一下 是iPad屏幕推送通知 我突然想起一个细节 虽然柳如烟刚才把自己的手机拿走了 但iCloud上共享的信息 我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其他设备看到的 心脏通通的跳 我滑开屏幕 打开后台关联的微信号 发个看看 有没有割得翘 柳如烟微信上的置顶消息 是一个用八块腹肌做头像的人 发给她的这样一句话 所以 刚才她趁我睡着的时候 故意偷拍我 那一刻 我仿佛吃了苍蝇一样恶性 我读过那么多的书 却终究还是低估了人性的变态程度 我最爱的老婆 我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 一边保持着矜持与优雅 一边在婚外出轨 跟一个臭味相投的男人 做如此下流没底线的事 我翻了整整一个小时 把两人所有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全都拍照记录了下来 从他们的对话中 我渐渐了解到了很多信息 这男人叫丁凯 比柳如烟大五岁 有老婆 没孩子 老婆家条件很不错 这男人自己开了的贸易公司 估计也是他岳父岳母给投的钱 看朋友圈里 他和他老婆十分安爱 各种出去旅游各种秀 他们公司在柳如烟酒店 有长期的协议套间 用来招待国内外客户的 也经常会租酒店的会议室 一来二去 就跟柳如烟认识了 但我真的就是搞不懂吗 我看丁凯他老婆的照片 也是富白貌美大长腿那一挂的 论言之气质 绝对是比柳如烟还要高几个水准的 而且看他跟柳如烟的日常交流 两人真的就只是为了床上那点事 根本没有要谈婚论嫁的打算 所以 他们一个不想离开老婆家丰厚的资源 一个不想离开我这个长期饭票精识男 真的就只是单纯为了肉体上的那点刺激 是不是觉得我平时看着温润内向 连吵架都不会一难的 就真的没有脾气 这种事换谁头上能忍 那一刻 我想到了那个跟我同病相连的丁凯的老婆 那个始终被蒙在鼓里 还做着她幸福公主梦的富家女卢山 我要找到她 我得让她跟我一起联手对付这对渣男贱女 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和卢山的第一次见面 竟然这么具有戏剧性 周四下午 院里领导专门把我给叫过去 说是要我一起参加今天晚上的一个商务宴会 我本来就很不擅长交际 最近又为柳如烟的事弄得心情躁欲 当然一口拒绝 于是领导意味深长的说 纪教授 你年初就在跟院里申请的那批实验器财费 已经批下来了 上面不同意 说超预算了 我原地大无语 不是 主任这怎么就超预算了 我去年申请的那台加速器 你们最后也没批 两年下来怎么轮也该轮到我们实验室了 主任意味深长的看着我 所以今晚你去努努力 院里不批 你自己去拉赞助吗 今晚有个好几个年轻的女企业家 对咱们院的这几个新项目一直特别感兴趣 那几个项目真要是成了 专利费都够你下半辈子了 哎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回头我让王老师给你十多十多 就这样 我被迫穿上一套崭新的西装 头发还特意到门口的理发店去弄了一下 我一米八三的身高 肩宽腿长 身材匀衬 妥妥的西装架子 再戴上金丝边眼镜 倒真是有几分斯文败类的性张力 看着镜中的我自己 我都要认不出来了 毕竟平时我大多数都只是穿着衬衫 夹着三脚尺和保温杯 来来回回穿梭在各大教室 主任何王老师都说 我这是典型被教书育人的执念封印了的颜值 拿了地址 我准备开车去敷衍 一瞧 眼珠子差点没掉出来 承办今晚慈善商务会的酒店 不就是柳如燕他们酒店吗 而且更振怀的是 今晚我的目标投资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对三十出头的夫妇 女的是庐山 男的是丁凯 柳如燕作为酒店方的经理 穿着商务套装 化着精致的妆 也站在现场门口帮忙张罗安排 看到我的一瞬间 他几乎惊讶到说不出话来 老 老公 自从那天晚上我跟他争执了几句后 我俩这几天一直在冷战 我不做饭也不管家务了 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 闲暇跟同事出去喝点酒 吃点宵夜 没事看看书 打打球 日子过得不要太舒爽 我估计柳如燕是发觉我有所察觉了 所以这几天都不怎么敢跟丁凯联系 我跟了几天都没什么动作 漠然想起那天他在客厅里 跟丁凯打电话的时候 提到过什么下周三不行 下周四晚上可以 今天不就是周四晚上吗 感情这两个狗男女 早就安排好了今天的晚宴 想着在这么特殊的场合下 偷溜出去吃快餐呢 不过没想到我会意外从天而降 估计他们会很扫兴吧 我冲柳如燕点点头 故作无事 我也没想到是在你们酒店 院里让我临时来顶个应酬 我说既然你也在 正好 帮我引荐下 哪位是丁总和丁太太 听说二位对我们学院的项目很有兴趣 我们主任可是给我下了任务的 柳如燕的脸都要憋成基石色了 我看他双手无措的在裙板上抓了又抓 嘴唇咬得紧紧 我 我带你 我 柳经理 这位是 说话间 丁凯竟然挽着卢山的手向我们走了过来 他 我介绍下 纪博达纪教授 也是我先生 啊 柳如燕突然弯下腰 脸色更加怪异 我的目光落在他夹紧到扭曲的双腿上 同时又扫了一眼丁凯搁在西裤口袋里的那只手 倒倒鼓鼓的 像是捏着一个四方长的遥控器 那一刻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三观惊悔的事 好 这么玩是吧 当着我的眼皮底下 竟然玩出变态玩出花来了 我心底窜出泛天愤怒 恨不能一拳挥上去打扁丁凯的脸 同时拽出他口袋里的遥控器 让这对变态渣男贱女的无耻行径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 但是 余光扫到身旁的卢山 我最终还是没有那么做 我决定 不如借着今天这个机会 跟卢山开成不公的谈一谈 我关切的问柳如烟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他红着脸 咬唇紧紧 拼命摇头 我没事 我肚子有点疼 我去洗手间 看着柳如烟一步三晃的背影 丁凯的脸上露出了变态的笑容 一秒转回脸 又对着他老婆卢山温柔笑了笑 老婆 我出去抽支烟 卢山没说什么 只是点了下头 我站在不远不近的距离里 心中杂陈无味 丁太太 能借一步说话吗 我走到卢山身边 对他点了下头 从这个角度打量过去 他真的是美得令人严禁词穷 完美高挑的身材 灵动温情默默的大眼睛 畜生富家的好一态 却丝毫没有一点 浇惯作作的模样 你好 季教授 正好我也有点是想跟你谈一谈 我以为卢山会跟我找个 没有人的卡座 没想到他竟然直接把我带出了酒店 来到他的车上 那辆车有小两百万了 里面散发着淡淡的香氛 跟他身上的气息很搭调 看我有些无措 他解释说这车平时都是他在开 让我不用太拘谨 丁太太 我们今年学院的几个项目 后续如果真的做成了 收一泼风 我倾可两声 还是决定先谈正事 没想到卢山竟然一下子伸手出来 按住我的唇 灵动的眼睛眨到我心窝上 随即他整个人凑上来 胸前跳突 呼之欲出 我侯杰狠狠失手了一下 但理智令我精准地做出了拒绝的判断 丁太太 然而我想多了 卢山只是故意做了个样子 他并没有真的扑上来靠近我 季教授果然是坐怀不乱的人 也难怪了 他的声音温温软软 口吻也是积积淡淡的 但这话说得模棱两可 让我听起来十分刺耳 什么意思 什么叫也难怪了 难道柳如烟出轨丁凯 怪我让他欲求不满了 戏分到了这里 我已经彻底推翻了 我之前对卢山的判断 我以为他像我之前一样傻傻不知情的 现在想想 他大概早就知道了吧 季教授 你知道每年离婚的夫妻中 但凡打着性格不合的旗号 和平离婚的夫妻中 有近90%都是因为那方面不合吗 卢山侧着脸 看着我 目光轻过来 眼中揉碎了怜惜和温柔 他的皮肤真白 在车内移你的灯光下 每一次细小的汗毛透明又清晰 密色的唇膏涂在饱满风银的双唇上 有股香甜的气息 我战略性扶了下眼镜 不知该如何作答 紧接着 他伸手将一张支票递给我 只要你能让你老婆拴住我老公 我每个月付你十万块的精神损失费 对了 还有你们学院实验仪器的赞助款 这些更是小意思了 我震惊到无以复加 卢山靠着后车坐 将他跟丁凯的事娓娓道来 他说他和丁凯是自由恋爱的 虽然对方家境一般 但为人上进 敢打敢拼 后来很快获得了他爸妈的信任 给他投资开了一家外贸公司 事业也做得风生水起 婚后两人虽然还没有要孩子 但感情一直都很不错 丁凯很会接情绪价值 所有的纪念日都会精心给他准备惊喜 两人唯一的一点矛盾 大概就是那方面的事了 别看丁凯人寿 个子还没有我高 但那方面就是旺盛的如同泰迪 每天不把卢山折腾到浑身疼不算完 可卢山偏偏对这种事又不是很有兴致 长此以往 丁凯得不到满足 自然而然把目光放到了婚姻之外 一开始卢山还闹过 吵过 可每次丁凯都痛哭流涕 下跪求原谅 卢山美美心软 之后周而复始 无限循环 卢山对我说 丁凯跟我妻子柳如烟已经有三个月了 他仔细观察过两人的交往 除了那方面玩的契合之外 别的真的没有啥 他们两个都没有离婚的打算 而且 有了合适的彼此 也就不会再在外面找其他乱七八糟的人 如果只是这方面 我觉得 还不如睁只眼 闭只眼了 纪教授 你觉得呢 他居然问我觉得 看着卢山明明满眼泪水 却还要坚持说出那些善解人意的话 我心中说不清是哀起不幸 还是怒起不争 这世界上是好男人死光了 还是好女人死绝了 你觉得这种事能忍 我也一定要觉得能忍吗 我撕碎了卢山的支票 坚决摆出了我的态度 可能是没想到我这样文质彬彬的人 发起火来也会这么言辞激烈 卢山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 丁凯接管了我父母的公司 真要离婚了 他至少要带走一半的财产 我父母辛辛苦苦一辈子 看在他还想继续跟我过的份上 这种事我管又管不住他 既然他跟柳如燕玩得好 总比让他到外面去搞大别的女人的肚子 闹得更加难看 来得好吧 卢山哭得浑身颤抖 我当然知道那其中夹杂了多少愤怒与委屈 只是他太弱小 太无力反抗了 但我不会 卢山 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 我保证 你能最大限度保护你父母的财产 同时让你摆脱那个无耻下作的渣男 我向卢山伸出了橄榄枝 我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 把一个经年考研的学生 安排调击到了他想要跟的导师名下 这个人情很大 所以他无拳无视 给人当保证的妈妈 对我感恩戴德 承默只要我有需要 一定义不容辞 于是我请他去应聘柳如燕 所在酒店的保证员 先由我跟柳如燕打声招呼 说这位是我校学生的妈妈 柳如燕根本没有任何警惕 很轻易就让这位陈阿姨入职进去了 紧接着 我给了陈阿姨一支针孔摄像头 让她帮我盯着柳如燕 没多久 新鲜出炉的香烟视频就落到了我手里 那天 我特意去找卢山 问她要不要跟我一起看 在她家别墅的家庭影院里 她打开投屏电视 我们两人挨着坐在沙发里 讲实话 愤怒其一 好奇其二 我真的想不明白丁凯到底有什么魅力 能带给柳如燕在我身上完全得不到的满足感 可是画面放开时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看到柳如燕全身赤裸跪在地上 双手被皮带反绑 脖子上套着狗用的项圈 丁凯手里拎着一根道具鞭子 抽两下 她叫一声 狗一样在地上爬来爬去 那一瞬间 我心里和生理都被放大了极致的步视 舞着位冲进了洗手间 卢山跟着我进来 关切问我没事吧 我摇头 我说只是不习惯 我真的是没想到的 原来柳如燕是喜欢这样玩的 卢山给我冲了一杯淡盐柠檬水 我们关了这亮瞎眼睛的视频 两人对坐在柔软昏暗的房间里 话题不知不觉也多了起来 卢山说 她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丁凯有S倾向 但她真的接受不了 可能是因为从小接受的教养一向比较规矩 她尽可能地理解尊重 这世上还有各种人 各种爱好 但让她委屈自己去成全 她只会觉得恶心和恐惧 我苦笑着说 我也一样 仔细回忆起跟柳如燕在一起的这两年多来 大概是我一直以来都误解了 她在我身下表现出来的恐惧和害怕 并不是因为她清纯乖巧 而是Emily的一个环节罢了 可我却傻傻以为 我应该给予她尊重和空间 应该更温柔 更注重她的感受 进而更加畏首畏尾 以至于她越发的索然无畏起来 难怪卢山说 这世上有90%打着情感不合的理由离婚的夫妻 都是那方面不合 想起我那妆容精致 一丝不苟的美丽妻子 就连下楼去小区六湾都要化好眉毛 涂好唇膏 却在另一个男人身下 像狗一样匍匐着 啃食碗里的饭食 爬来爬去 呜呜直叫 我真的一天都不想跟她过下去 只想离婚 越快越好 一转眼到了7月初 我和卢山已经分别搜集好了相关证据 只等最后开一把大地了 柳如燕的弟弟考上了我们是一所本科院校 他的父母亲戚都很高兴 于是决定在柳如燕他们酒店摆上几桌庆贺 与此差不多时候 丁凯也准备正式就职卢山父母的公司 于是卢山专门安排了一个生殖宴 也定在了柳如燕他们酒店 同一天 同一时间段 不同的两个宴会厅 一波是柳如燕家里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 另一波是丁凯公司同事 以及所有重要的合作伙伴 随后 两间宴会厅的投影仪上 几乎同时开始滚动播放柳如燕和丁凯的香宴视频 为了避免法律纠纷 我还特意让人给他们俩打了不轻不重的马 但打马这种事很玄学 不认识的人认不出是谁 但本来就认识的人 一眼就能看出是谁 当天晚上 我叫宝洁阿姨上门 把柳如燕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堆在门口 她像只落魄的流浪猫一样 瑟瑟缩缩的回来 扑通一下跪在我的脚边 伯达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跟丁凯从来就没有认真过 我们真的就只是 只是这方面比较合得来 我是真的爱你 我从没想过要离开你 离开这个家 她哭得声泪俱下 我知道就在此时此刻 丁凯大概也像她一模一样 跪在庐山及其父母身边 也能可能比她还要卖力 看她哭成这样 我心里终究是不好受的 我说柳如燕 我相信你 可我不能原谅你 为什么 我第一次都已经给了你了 你又不是第一次 你以前也谈过女朋友的 柳如燕得不到我的松口 渐渐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纪博答 你就不想想我为什么要跟丁凯 还不是因为你没她厉害 你不懂我要什么 我看着她通红的眼睛 那一刻所有的愤怒 都化作了鄙夷和同情 我说柳如燕 你不是不懂 你只是活该 人之所以为人 不仅有原始的本能 更有文明和责任 有自控力 有是非观 你觉得跟丁凯在一起舒服 那你完全可以跟我坦白离婚 尽情追求你想要的那种刺激 我拦你了吗 做人不能既要又要 极当又利吧柳如燕 你舍不得我在婚姻里 给你营造的安稳生活 又不甘心某些方面上 没能尽善尽美的满足 既然你经受不住诱惑 就要明白这份诱惑背后 必须付出的代价 现在请你带上你的东西 永远从我眼前消失 需要我帮你丢出去吗 滚 果不其然 接下来的柳如燕 开始跟我装死耍赖 不肯跟我去明证局领证 他的家人也轮番开始骚扰我 说什么都要我给他一次机会 而且就算要离婚 他们也不能接受谨慎出户 我懒得跟他们废话 我说你现在就是跟我要钱 要车要房 我也没有了 我已经把自己全部的婚内 不动产做了抵押 套现捐赠给了我 所在学院的项目研发 柳如燕可是签过字的 而且在科普一下 受捐赠方作为第一善意第三方 是不受经济纠纷追索的 柳如燕直接傻了眼 他大骂我骗他 他说他还以为 我是要把房子抵押出去 以后生孩子换学区房呢 他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的 可我却卑鄙无耻地算计了他 你要是真心想跟我过日子 就不会为了那点所谓的刺激快乐 让我尊严扫地 但凡你心里还有一点点对我的在意 给丁凯当狗的时候 你就没想过对我的内疚吗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 实在恨不起来 我觉得他只是蠢 太蠢了 他总是没想明白 正是因为跟我的婚姻如此牢固基础 让他远离所有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 才会让他有多余的心情 去追求极致的精神快感和享受 所谓保暖四盈欲 如果没有这些支持 他那点所谓的不满意不满足 跟生活的重担比起来 算个屁 可结果就是 他为了追求上面那一颗小小的草莓 放弃了整个蛋糕 柳如燕一家闹了小半年 最后在法庭的调解下 我向征信分给了他12万 没想到两个月后 他爸突发脑溢血 住院手术全花进去 最后人也没救过来 他的视频被曝光到宴会上之后 早就成了亲戚们茶余饭后的笑柄 酒店得知了他的私下德行 也把他辞退了 闹到最后 他人才两空 什么都没落着 而曾经在他眼里 能为他提供最大快乐的丁凯 也已经自身难保 在我的安排下 卢山和他的父母早早做了止损准备 他们找了可靠的评估师和律师 把大量的财产转移 捐赠到我们学院的科研项目下 丁凯无力追索财产 最后只分了一辆二手车 就被卢山一家扫地出门了 听说后来他那的小破公司 也经营不下去了 到处躲债 还被人打断了腿 一年后 我们学院的科研项目成功 光专利权就卖了大几个亿 我和卢山父母投进去的钱 几乎翻了一个大翻 身价备涨 再见卢山的时候 是在我们的庆功宴会上 他穿着一袭酒红色的连衣裙 包裹着窈窕曼妙的身姿 灵动辍跃 少有几分酣醉 我一时头脑发热 主动邀请他来到我新来的车上 以你的氛围下 光是接吻我们就缠绵了半个多小时 出乎意料的 他竟然很喜欢这样缓慢的前行 动情时 他的眼睛又轻又亮 呼吸也跟着慢慢乱起了节奏 他甚至连接吻都不耐烦的 那天晚上 在我新买的车里 卢山让我明白了这世上 其实根本没有所谓性冷淡的女人 有的只是完全不合拍 不尊重不沟通之下 阴差阳错的不和谐 以前柳如烟完全不喜欢的温柔 但在卢山这里被他如获至宝 给了我很大的自信 后来卢山告诉我 以前丁凯那种 完全不顾他感受的粗暴行为 把他逼得都要怀疑人生 还以为这种事 对女人来说就是非常痛苦的 没想到跟我在一起之后 才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欲先欲死 一年后 我跟卢山结婚了 没多久他就怀孕 我们很快有了一个贴心的小公主 再后来 柳如烟的妈妈来找过我一次 她说柳如烟后来嫁了个二婚男人 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子宫位置不好 难产 孩子缺养 现在还在监护室里 每天要费花花如流水 那男人不想负责 怕就不回来还要养个残废 直接提了离婚跑路了 柳如烟每天以泪洗面 亲戚朋友那里早已借不出钱了 她说希望我看在曾经的情义上 让我帮帮柳如烟 哪怕借他们几千块 几千块就行 我想了想 不太方便 我有这几千块 还想给我女儿买套正版的乐高城堡呢 你说什么 救人一命跟买玩具哪个重要 废话 当然是我女儿的玩具重要 回想起我高中时候的一段经历 因为学习压力太大 爸妈建议我养一只宠物 可我没有去宠物店挑选昂贵的品种猫 而是从我们小区就回来一只流浪猫 当时它奄奄一息的 身上还有很多伤 我预置了半年的零花钱 给它看病养伤 给它买昂贵的罐头和猫粮 把它当小公主一样养得白白胖胖 后来 我带它去公园晒太阳 很多路人都围上来 说这只小猫好可爱 他们给它喂各种冻干 零食 它照单全收 为了各种美味的零食 它可以随便撒娇打滚 甚至把肚皮翻出来给人撸 我不太开心 因为它是我的小猫 我说这些零食吃多了不好 我们回家好好吃饭 但它不肯 它正托我的手 继续跟那些人混在一起 我把它抓回来 它跑掉 再抓 再跑 我给它罐头和猫粮 它看也不看 最后一次 甚至狠狠咬伤了我的手 于是我一个人回家了 几周后 我在公园附近的垃圾箱 看见了它 毛色不再光鲜 整个瘦了一大圈 它认出了我 咪咪呜呜跟上来 它终于明白 那些人只不过是看它可爱 随手逗弄它 并没有谁真心实意 想要像我一样带它走的 可是已经晚了 我不再要它了 后来 一个降温的大清早 我看到它趴在我家阳台的窗户边 已经全身僵硬了 我这才明白 原来昨晚咪呜咪呜的叫声 并不是我幻听或做梦 是它在一下下挠着门窗 哭着求我原谅它 它死了 我真的很伤心 我给它埋了小小的坟 给它陪葬了许多鱼罐头 可是 即使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不会再要它了 全文完